让人打死 总比让人吓死得好 至少死得光彩 向英纪立国开战 向法兰西国开战 向美丽坚国开战 慈禧站在朝堂之上 一口气向十一个国家宣战 此时国之将亡 洋人稀我太甚 已经到了不得不战的地步 但消息传到广东 李鸿章拿着慈禧宣战的诏书 却是白手一扔 说这是伪诏 他说得信誓旦旦 一正言辞 可张之洞听后 却轰然大笑 哭骂一声老狐狸 接着也附和道 这当然是伪诏 梁广不奉诏 我胡广也绝不奉诏 一旁的圣轩怀现状 拿出早已备好的 东南互保协议 想请张之洞牵头 联络附近各省 跟外国领事讲和 争取达成协议 让战火不要波及到南方 毕竟东南复数之地 是大清命脉所在 就算中央沦陷了 只要有他们在 就还有东山再席的可能性 张之洞 用双眼放光连连称赞 这可气坏了旁边的 孤洪明 搜主意 嗯 大人 有些话 汤圣不得不说 西方联军亲我中华 此时此刻 在这大势大飞面前 不可施我民族气节 这番话说完 等于得罪了在座所有人 可张之洞突然连叫了两声号 还让孤洪明 作为东南三大总督特使 去跟英国领事馆谈判 甚至特地嘱托 一定要让洋人们看看 我们的民族气节 孤洪明听完不慎惶恐 立即抱拳领命 前去准备 这一出看得张签懵了 他忍不住发问 乡帅 我们不是去议和的吗 孤洪明插上一脚 这不是瞎搅和吗 张之洞没有解释 只是告诉两人回家等着 等孤洪明回来 三天后再去找洋人谈判 张签想了半天 也没琢磨出其中道理 便跟圣宣怀请教 他想知道 乡帅为什么要派孤洪明去 你想啊 既知 宣战兆如果是真的 李中堂和张相帅 却不奉兆 那不成了抗旨不尊了 所以宣战兆是假的 是伪兆 派孤洪明去跟英国领事谈判 这是相帅的大智大会呀 让孤洪明去唱唱高调 这是给朝廷看的 等我们的东南互保议案 一出台 就上了政治保险了 这是相帅唱的 这一出双黄戏呀 养兴殿内 慈禧举着放大镜 一点一点观察战局 面对八国联军的进攻 他要亲自指挥 跟这些洋鬼子决一死战 慈禧边看边问 想知道天津地区有多少人吗 约一万五千人左右 洋人的军队呢 八国联军 各国出兵不一 其中八千名日本兵 四千八百名俄国兵 三千名英国兵 两千一百名美国兵 八百名法国兵 五十八名奥地利兵 和五十三名意大利兵 慈禧瞬间拉下面孔 训斥荣禄 做事不认真 打仗这东西 知己知彼 方能百战百胜 岂能容忍丝毫马虎 而且战场上的局势千变万化 信息传递都不到位 靠什么营 他抬着手指摸算了一下 八国联军保守估计 也有两万多人 可自己这边 只有一万多点 这怎么打 思考之际他突然想起 北京城内 还有二十多万 整编后的义和团民 抽调五万精壮者留下 配合我军护卫精师 其他十五万人 全部送上战场 这样一来 天津的地面上 就有二十多万人嘛 慈禧正说着 刚毅的马屁已经跟了上来 他觉得这是一个 立功的好机会 便建议将义和团民 组成虎神营 由自己带领到 前线打仗 因为养鬼子养鬼子 无非就是养根鬼 老虎吃养 神仙驱鬼 这虎神打养鬼 稳操胜权啊 慈禧圣行大悦 当即允了刚毅的信销 他双膝一跪 感谢圣恩 还梦想着打一场圣仗 回来平步青云 却没有注意到 荣禄看向他的眼神 仿佛在看一个死人 这是义和团 跟八国联军战斗的场景 义方背着锄头 藏着铁铲 手里端着装满鲜血的坛子 嘴里喊着 扶清灭羊 保卫国家 他们认为 只要有神功护体 就能刀枪不入 只要用驱鬼的方法 撒上鲜血 就能不战而胜 可现实很残酷 天真的迷信 只会用血做体验代价 八国联军 装备精粮 组织有序 当炮弹轰出的那一刻 局势几乎是压倒性的 偏向了他们 这些靠着一枪热血 想要救国的人 从踏上这片土地开始 便没有了生还的可能 煞时间 尸横遍野 血流成河 这根本不是一场战斗 而是单方面的屠杀 短短十几分钟 整个世界都陷入了安静 联军统帅走上战场 看着一地狼藉 他不理解 自从他们把这些人 送上战场开始 就没有给过他们 生还的机会 这场战役 秦王朝 输得一败涂地 和紫禁城内 俨然是另一副景象 慈禧将所有大臣 叫到殿内 说是要论功领赏 慈禧让荣禄说说 该怎么赏 可荣禄看得清楚 哪敢邀功 他说自从跟洋人开战以来 率领重兵打仗的都是各位王爷 自己一件奴才 哪里插得上手 一番推托 主动权又被送回主子手里 不过慈禧倒也没生气 笑着骂了一句 便开始封赏群臣 前方阵王的战士都大加抚恤 牺牲的将军 不仅给抚恤 还要加爵位 甚至连义和团都没有被落下 这祖宗的家法里头呢 确实没有平民奉赏的说法 可人家保的是祖宗的江山啊 我的意思 义和团的首领 全都赏穿黄马褂 就是这一回 跟着我一心一意 同心同德的大臣和王爷们 也都应该有个说法 慈禧断断续续 宣了很长时间 满朝文武大臣 除了荣禄 几乎各个加官进决 他们美滋滋的领赏 殊不知 这几道赏 都是慈禧的催命符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把所有锅都丢了出去 洋人要进城 看来是挡不住了 我和皇上也可能要出去避一避 洋人一旦进城 你领着朝臣们设法走出去 荣禄 你的差事不好当啊 请太后放心 奴才一定料理好一切 皇上 你看 亲爸爸说了算